对于口译来讲 每一次我们接触的内容都不一样 讲者也都不一样 然后会场的各个条件 有时候可能也很有区别 所以做会议口译的时候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重复的动作 而是每一次其实都是 由新的要素进来 我觉得在各行各业 大家都在追求作业 所以恐怕有很多的共同因素 比如说都要专心致志 同时都要追求卓越 要在细节上的多小功夫 我想我们做好口译也是这样的 但是口译因为它整个的 链条里面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口译不会单独的存在 它会跟会议配合在一起 和会议组织者配合在一起 所以口译要做得好 也仰仗于周边的这些因素 是不是都能够到位 但是作为口译员来讲 我想大家要在这个行业中 追求卓越的话 那就跟其他行业也是一样的 要专心致志 要目标高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